11月19日 中国香港 首届东亚半城马拉松紧标赛在港珠澳大桥香港段举办 中国运动员谢东生夺冠 但谢东生在冲线时 冲线带却被工作人员收走 随后重新拉起横幅 让第二名日本选手冲线 11月20日晚 中国香港田径总会发布声明 昨日首届港珠澳大桥香港段半马拉松举行期间 工作人员于东亚半马拉松紧标赛男子冠军 冲线前一刻 错误受起冲线带 其后迎接全场半马拉松女子组冠军东丹大选手时 意外让东亚半马拉松紧标赛男子亚军的日本选手 又重重现代世界大会深表现